今次跑得一般 跑不回個人最佳時間 好了,接下來這場亦是男子伯伯的脫賽 今次是A-Grey的賽事 會不會又是黃忽藍的同學勁呢? 先介紹線道 1號是西島的Rose Mason 2號是那沙的李文鋒 3號是藍拔帥的林兆銘 4號是長沙環天主教的朱寶華 5號是香港陪企中國的李東沛 6號是曾子弘來自藍拔帥 接著是彩虹天主教的陳浩然 第七線道 黃粉蘭中學的黃建聰 培政中學的陳卓彤 馬沙孫的林洪欣 然後是Romeo 來自英王佐治五世學校的同學 最後是九龍華欣孫的張軒駱 在線道編排方面 初賽成質 令人瀉瀉瀉突出 就是西島的Rose Mason 據初賽是跑兩分三秒以內的 比其他運動員 初賽是好了七分六秒的 當然會有機會隱藏實力 剛剛見到法令員和裁判 有少少的誤會了 這個裁判的同學正在想 指示同學站好一點 所有中場距離的比賽 一定是首先在起跑線前 做好平衡 準備好了 然後才交給法令員 做起跑的指示 但法令員可能 未曾看到這位同學正在做事 因此就開跑 所以剛才出了一個綠卡 綠卡表示沒有人犯規 只要重新起跑 只要重新起跑 最後一組 藍紙甲組的八百米 從能力來說 當然是最高的組別 因此競爭一定會更加激烈 李Sir 這一場我看到西島運動員 Rose Mason很有信心 起跑時有少許推推 他右手跟對方左手推一推 要上上第一 結果跌到第二 但來到這一段 他説知你終於應該跑第一 我不管你後面跑成怎樣 如果從他的安排戰術 一定是快放的 因此他的實力比其他選手 超了很多 在初賽的時候 他跑出了大約2分3秒 而其他的同學 包括喇沙的李文芳 蜜瑞男孫的林兆銘 他們的學校成員6秒也多 所以他一定不會在人同學 和你糾纏 盡量跑出去 和你爭取得更加好的成績 但是說到這個學家紀錄 其實成績都很高 一不二十二十七七 在前面是由蜜瑞男孫 你組為所做的成績 而對於西島運動員 我想他的心態 都是試試有沒有辦法 衝擊這個紀錄 所以今天比賽你見到 一個帶著整班 在後面 他就不理其他隊員 盡量拿自己最好的成績 輾轉之間 已經是接近600米 一開始就見到 Rose Mason 一邊衝上來 但現在那個領先的距離 就收窄了少少 對 見到蔡龍川天子教中學的 陳浩元 現在是守住第二位 比起初速的表現 都有一個很大幅度的進步 他能否回來拿著那班獎牌 先拿著那班獎牌 起碼令到自己的武校 和宇宙教教上一上名 暫時來此 暫時還沒有這樣的獎牌 但是 見到這個階段 阿沙書院的李文宮 就上了第二位 而西藥校的Rose Mason 就租回來了 22分4秒52 直到他發覺自己 和一個自己期望的成績相差很遠 都有少許收報 是 剛才我看到後面的鏡頭 都幾珍貴 又是黃福南中學的同學 就是黃建聰 嘗試想衝擊第三名 和第二名 但是最後呢 看見只得到第四名 哈哈 這個情況就 證明現在學界比賽的 分項的教導 都是很清晰的 中場距離可能都很 在我身邊就是 男子八百米A級 冠軍來自西藥學校的Rose Hi Rose Congratulations to you Get the champion in the 800 meters So in the race Do you think it's a easy game for you? No, not at all You just gotta keep on going Keep on going at it And there's always a chance Someone's gonna come up behind you And uh I mean you just can't look back Just keep going And yeah, luckily it went Pulled off Yeah Rose就說 雖然重視在比賽之中 贏到對手一大段距離 但是其實說 其餘的對手 其實很容易後來追上 所以他甚麼都不可以理 Keep住不停跑 完全不可以向後望 否則對手就很容易追上 在這裏再一次恭喜Rose Mostly 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